講白一點的話 軍演案就中國的軍演 林之妙的案子 夏立元到大陸 對國民黨當然處於一個不利的狀態 除此之外 全部是對民進黨不利 理論文案 柬埔案 柬埔寨 雖然中介法也說暫時不立法 殺警案 物價這些東西 要嘛是現行正在進行的東西 當然這些會引爆一件事情 就是年輕人 無論是年輕人中間選民等等 會興起一個聲音叫做 重回二零一八年討厭民進黨 但是討厭民進黨轉過頭來 看到國民黨又跟二零一八年 會產生不一樣的狀態是 我一轉過來中國軍演 我一轉過來夏令元去等等的 一些問題 又會是不是讓他們又覺得 哇 像又投不下去了 那這樣子只有兩個路可以走 一個是走向於第三者 要嘛就是不投票 那這樣又會怎麼樣呢 當然這樣的一個情勢看來對民進黨是相對比較不利的 相對比較不利的 今天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說柬埔寨論文案 論文案的發酵其實產生的效應也差不多了啦 也差不多了啦 那柬埔寨畢竟人民關心 但還不到威脅到我本身個人的認知 就是說我不去就好了 我現在知道柬埔寨不能去 他是一個詐騙 那論文案是讓年輕人跟一些高知識的分子是不滿 不滿 那殺警案就跳脫了所有 殺警案真的是跳脫了年輕人 不管歲數 不管知識分子餘有沒有 這個是跳脫的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各位如果回過頭來去想 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五月份 我們總統府裡面的最大恥辱是什麼 是一個雷射的腳印跟認錯 同時打在總統府的正面牆上面 為了什麼 白曉燕命案 從一九九六年的彭婉如命案 到劉邦友命案 到一九九七年的白曉燕命案 點燃了全民的怒火 治安的怒火 十萬人集結在凱達格蘭大道 把腳印認錯打上去 高喊著總統認錯 撤換內閣 一九九七年年底 剛好就是縣市長選舉 國民黨慘敗 民進黨大勝 增加七席拿下十三席 國民黨掉了九席 只剩下一個 好像個位數掉下來 非常嚴重 而那一次是民進黨在全國選舉過程當中 得票率第一次超越國民黨 也被譽為 二零零零年 陳水扁勝選的一大關鍵 就知道一件事 治安對人民是有多大的影響 很簡單 因為大家想到的是 我走出去以後 我安不安全 連警察都被殺 那我人民安不安全 其實它是一個人人自為的事 因為大家想像不是一次殺警案 是台中的滷味灘被槍殺 是高一的醫院裡面都可以發生槍擊案 到台南的殺警案 如果各位回過頭來 三年前李承翰的案子 各位應該還記得把火車上面的警察被殺 當時蔡英文講了什麼 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不能再有下一個李承翰 當然不會有下一個李承翰 但是會會出現我們的圖姓警員 我們的潮姓警員 電擊槍在哪裡 當初不是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嗎 要買電擊槍嗎 有一個醫美的集團捐三百萬 優先給警察買電擊槍 一個殯葬的集團捐五百萬 給警察買電擊槍 到現在電擊槍大概我們只有警員一層試用過 那到底在幹什麼 2019年發生的事 請問一下徐國勇幾年就任 2018年7月 請問蔡新翔幾年就任 2018年7月 我們現在還要看著 這兩位在那邊講說 我們要怎麼保護警察 警察要能夠大膽用槍 我還要需要這兩個部長在那邊講話嗎 白小燕按誰下臺 林峰鎮下臺 馬英九請辭政務委員 擔任過法務部長的人 我們今天看到民進黨這兩個部長 還在那邊講一些讓人家越聽越氣的話 那我不曉得這兩個部長今天還有臉坐在那邊 那請問一下蔡英文說的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請問一下內政部長做到了嗎 內政部長有真的去編列預算 買我們的電機槍等等嗎 我覺得那件事我們的警員到底是亡死 還是他執行公屋意外死亡 我覺得這都讓人民很痛的事 因為警察被殺這不是小事 這是讓人民很痛的事 那這對選舉有什麼影響 當然我剛才說了諸多的因素擺在那邊 其實所有新發生的事情都是對民進黨處於相對較為不利的狀態 那較為不利的狀態 它會形成一個事情就是 你可能比例懸殊大的地方 可能不會撼動選舉結果 但是你對選舉很接近三到五趴的地方 那民進黨就要小心一點了 甚至於整個選舉結果可能三到五趴就要決勝負的地方 那就要小心一點 那哪些地方要小心 當然手通其衝就是台北市 我覺得台北市的勝負差不會差太多 不管誰贏誰都不會差太多 但是這三五趴可能會 把一個有機會勝選人推到一個失敗的地步 桃園這個地方 桃園這個地方 當然你已經撤換過 也不要說撤換啦 就是林志堅已經退選了 換了鄭文燦 鄭運鵬 鄭運鵬 情形本來就已經不是很好 那你再繼續發生這麼多事情下去 我覺得民進黨大概會比較艱難一點 那台北跟桃園 民進黨如果拿下一個席次 那蔡英文還保得住喔 蔡英文還算保得住喔 這個黨主席什麼都還保得住喔 如果兩個都輸了呢 林志堅的責任誰要負 當初提名的時候 誰要負這個責任 蔡英文鄭文燦不用負嗎 那我們論選舉的成敗 第一都是先從直轄市先論起 那如果兩個都沒拿到 那就是蔡英文負全責啦 那黨主席下臺啊 不下臺也說不過去啦 從此以後大概也就頗腳做冷工啦 那如果這一場選舉 夏立元去或是林志廟的事情 後面打開來的確有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有外溢 如果桃園跟臺北 國民黨拿不到呢 十六個縣霞市 十六個十六四 六都過半的承諾是朱立倫 那朱立倫也拜拜啦 所以其實坦白說一句話 臺北跟桃園才是兩黨的重中之重 那這兩個地方上面看來 其實陳時中有一搏的機會在北市 那我覺得在桃園 因為經過論文案撤換以後 當然鄭運鵬是比較辛苦 鄭運鵬會比較辛苦 那臺北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選舉 所以你看大家都在問 問臺北市長參選人 都在問你警殺警案的問題 什麼的問題 什麼的問題 什麼都問臺北市長參選人 什麼都問臺北市長 因為臺北市長 的確是太逼近了 而且一個當過部長 一個當過立委 一個是副市長 他本身的位階 就已經是在中央層級的位階 我覺得治安不容許民進黨小觸 那我覺得國民黨也不要太過於操作 因為畢竟是兩個警察之死 這不是警察的憤怒 警察一定憤怒 這是全國人民的憤怒 所以我覺得人民的憤怒 你就讓執政黨你自己去解決吧 你要怎麼去告訴全國人民 你的治安問題如何要大力整頓 確保警察跟一般人民 有活得安全的權利